監視器拍到一輛車高速衝撞電線桿 引起電箱爆炸 整輛車車頭面目全非 電線桿因為猛力撞擊被連根拔起 導致當地2600多戶停電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搶修 才恢復工店 那麼救護車到場時 把駕駛跟乘客送一 坐在副駕駛座的17歲 曾姓男子 因為傷勢比較嚴重 送一搶救之後還是申告不治 家屬回到事故地點燒香拜拜 他們說少年要去上班 因為工作地點比較遠 所以提早出門 不曉得為何會發生自撞車禍 那麼這起事故就發生在 雲林林內的大同路 今天早上五點多 22歲的零姓駕駛 開車在17歲的曾姓男子 因不明原因自撞電線桿 駕駛只有錯傷 但乘客不幸身亡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離期